金錢和馬力發揮 強威力的時候 不知道我們一圈有沒有十分鐘 應該沒有吧 有都不要說出來 人人有車 走 我們蓋上頭 我們開完25小時的比利時的耐力賽 甲蟲仔都不夠後 還要來到哪裡 現在我們身處於歐洲內陸的北角 北角 著名的柳寶寧 今年我們沒有在這裡比賽 但是我們都忍不住要來租車渣 潮性 其實SPA是過半小時的車 沒有理由飛過你 所以我們選擇了用法蘭 TOP4機場做中轉站 我們給了一場SPA 其實我們回到機場 這條經驗是有力 這是我們今天所做的原因 今天我就不行了 實在變成年快 我已經沒有開到 謝森租了一個 原來的I-20 對 黃一聲的公子租了一部M2 我想試一下新的M2 有些人說很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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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要試一下 就是身後的兩部 可以看看 整齊的 一起開 整齊的製作 有時候是 哇 好像好像比第三個 沒錯 所以今集人渣旅客團 就和大家看看Nurberring租車玩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首先我們都盡回遊客的責任 就是到處參觀和打卡 可以見到這裡 周圍都是充滿著賽車的氣氛 和相關的產品 除了專業的賽車用品之外 還有很多相關的裝飾品 而這間位於Nurberring賽車場大樓的手信店 更加是有齊所有的禮物 無論是衣服、帽、頸巾、背、鎖 車仔、貼紙 全部都有齊 附近亦都有一個網紅油站 很多時候大家看到一些迷彩車 入油的碟照 就是這個油站 很多人都知道 油站裡面的便利店 收藏了很多 這裡這裡 當地的一些 紀念品 衣服 衣服 貼紙 這裡 裡面還有一個 很多收藏的 賣車仔 無形車仔的地方 去租車的途中 我們都看到一堆名店 汽車的品牌 零件 改裝箱的品牌 也有 圍繞鎖 其實有很多租車公司 大家出發之前 記得做好預訂 如果不是 你打算走進去的話 是有機會租不到你想租的車 租車公司提供的款式也很多 由一些細馬力的運動車仔 到高級些 甚至超跑都有 有些好像這部 有輕度的改裝 靈胎 避震 裡面 就有一個收了螺絲的 Rocager 有一個 桶椅 四點式的安全帶 駕駛起來 都挺穩陣的 價錢方面 可以操略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 由200多歐到3000歐不等 視乎你租的是普通車仔 還是超跑 還有最終你開了多少個圈 到了這個租車公司 登記了個人資料 確認了租車款式 保險的package 之後 就要坐定等開這個車手會 Driver's Briefing 大家記得留心聽書 因為導師一定會告訴你 這條賽道有多危險 撞到欄杆又要賠錢 遇到緊急的情況 應該怎樣應對 例如 車內真的有嘔吐袋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 或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話 亦都可以聘請他們專業的教練 陪坐或者駕駛給你看 準備好你要準備的東西 你就可以開車來這個英雄亭 即是起步點的停車場 等 等 等當日的開放時段 來到這個 好像清水灣停車場 挺開心 大家都喜歡玩車 電單車也是 跑車也是 這裡的車可以說 什麼都有 新車舊車 快車慢車 就算不能跑的車 用來做show的車 都有 時辰到 你就可以排隊 進入這個收費廣場 拍卡 進入這個北環的跑道 盡情飛車 那些人又說 坐車坐著女兒多幾十匹 拿著 坐著你應該 大家要注意的一件事 雖然這裡是一條無限速的收費路段 但如果有意外 或者有工程 它一樣會出事 黃燈 或者黃旗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小心 完成一圈之後 大家就會開到這個停車場 即是剛才 英雄亭的位置 開夠本之後 就可以回到租車公司 租車公司 就會視乎你開了幾個圈 用了多少個油 跟你結算 而今次人人有車開的歐洲之旅 由比利時的25小時內力賽 來到德國的Nurberring 紐寶寧 北環的租車旅程 也差不多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一連兩集的內容 另外片尾也會播出 由黃日升 車主全程沒有放棄過自己夢想 睡呀睡呀 繼續睡呀 的張英 快跑北環的完整一圈 2024歐洲之旅 本集完 人人有車 記得來這裡打卡 其實駕駛這裏 因為它是收費路段 是不用戴頭盔的 因為它不是比賽 這些全部街車 可以上排出排行街 但是安全起見 但是租車公司 有它自己的 規定 所以就 今天其實就不是很多人而已 比起以往的Nurberring 的Torres Drive 應該是少人很多 因為昨天 有些大型的活動 應該有些大型的活動 應該有很多人炸夠本 馬力就很充沛 不過這輛車是重的 這件事 不能說的 完全在它的物理學上反應出來的 完全在物理學上反應出來的 你看看 至於是 自平商 真的好推頭 還有用一些街胎 米芝林的PS4S 在乾地上的表現 令人覺得不足 我相信 因為它兼顧全天候 氣候 下雨 或是各樣各樣 所以 必須要做到 車輛很安全 外面也要平均 對 漾漾有些 又有E36 很多E36 差超10毫 他們死非難非 其實很多都是用E36 或者46 因為對它來說 是土炮 便宜 但E36還有零件買嗎 我相信這裏有很多 它不讓 這裏好美 正常這裏 下到底 可以盡有的 但今天這些街車 我們要穩陣一點 還有之後 這個Foxo胡理動之後 那個Curve 今年是 整高了很多 就是往年 被你們Linja了太多 全部所有的車手都會Linja 這裏 就是偷雞 嘔推啊 這裏原裝M2 那座椅 包裹性比較差 對 我身上可能都勉強可以 保持自己 但腳 左右擺 很辛苦 即是你的腳短 可能就不覺得 怎樣 即是我的腳長 就 比較辛苦 好一點 我們人駕駛 已經開始互相前乘 互相批鬥 各種東西 必須要的 哎呀 這裏是一個無限推頭的彎 這裏是一個無限推頭的彎 黃日升之前在這裏 到過24小時 那這次駕駛甚麼車 第一次到24小時 就是R8 GT4賽車 第二次駕駛 這次駕駛一下街道 其實都挺過癮的 比較長 每年起碼駕駛一次 希望自己不要 忘記了 這裏 這裏 Nickey Lauda Corner 平時是可以Flat 可以保守一點點 來到這裏 之後就是 全場最長的 一個上山的路段 金錢馬力 到很重要的地方 雖然它正在使用VS4S 那些普通的車輛 但其實車輛壓下去之後 都挺穩定的 又有Z36 是嗎 神經病 也有100部 這裏在賽道文化 大家都是很遵守 其實看到快車會打油燈 應該不會讓 應該不會有什麼 風光的海 因為這裏是正在使用 德國馬路的規例 這裏是一條收費路段 所以馬路的規矩是一致的 來的這個回傳木馬 第一個回傳木馬 我們走有camber 不要走平黑色那裏 這裏應該可以盡油的 我們試一下吧 還是不好 沒有了 哈哈 我突然 應該不行的 剛才 退退退退退退 雖然今天我們是做解車子加油 但其實都是出漢 這裏是網紅的 炒車彎 希望你今晚不要在Youtube見 哈哈哈哈 哈哈 差點可以在Youtube見到 人人有車駕的蹤影 會不會有起飛的希望呢 起飛之前要繞一繞一繞 跟著 起飛 跟著 因為那裏的凹位 其實大家都可能見過Nurban Lake 很多相片都有四輪起飛的地方 就是剛才那裏 嘩 嘩 嘩 這裏完全感覺到車的重量 離心很強 屁不離地的感覺就是這裏 第二個迴旋木馬呢 又要走黑色 有平地那裏 嘩 嘩 這車想再快一點呢 一定要 攪拌避震 令到它 穩服一點 在彎上 嘩 又看到RG Sport 這個眼光 證明我們又穿了一圈 又安全回來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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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聽到我靈寬的聲音嗎 哈哈 哈哈 我都開得很開心 雖然不是賽車 能夠 還有 開著一輛自己想試的車 在這裏 試一下車的動態 極限 非常之開心 對 有 好的 打擾 看看 另一邊 好 K